这位美女名叫莫赫 范武爷家的远房亲戚 祖籍尊华 由于爹娘死得早 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没了办法 只能投奔在京的范家 混口饭吃 可没想造化弄人 当初幻想的奢靡生活 随着大清的覆灭 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了 当年的贝勒贝子 八七子弟 无惊已入不熬出 日子过得那叫一个心酸 甭说只在范家过好日子 就连范武爷每天三顿的吃食花销 都得靠墨盒卖羊烟卷 那鞋底子一文一文的正样 虽说这日子呢 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有上顿没下顿 可该白谱的范武爷 绝对是落不下的 今天上午呢 带着密斯特鲁 到沈松山那里讨宝贝 还别说真有好玩意儿 就是这价格贵了点 里里外外四千大洋花出去了 不过密斯特鲁呢 不在乎 洋人嘛 当年八国联军 扫荡了北京城多少的好玩意儿 颐和园都被搬空了 这点钱毛毛雨嘛 看着范武爷忙前忙后那张罗劲 显然这里面呢 缺不了他的好处 路大人 古董这行 百分之十的里呢 那叫赔本赚腰喝 白马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这古董生意开店做商 有人带了买家来 不管卖的钱多钱少 总是要给介绍人呢 留出十分之一的历史 叫打喜儿 除非来人不要 一般呢 该留的都留出一份 给恭敬的送上 以求人多客仇 大家帮承 可今儿这事儿呢 前前后后四千大洋的买卖 算下来这中介费呢 就得四百大洋呢 四千 就算一早就忙我了 四千 OK 说实在 这堆东西啊 人家出六千我没卖 得 路大人 给您了 范武爷好久 都没有做成这么大的买卖了 不着急 那是假的 陈掌柜的 生意我帮你谈成了 钱你赚着了啊 咱太风楼剑 我耗着你啊 从沈掌柜那里出来时呢 他就特意的叮嘱 殊不知沈掌柜 根本就懒得勒他 掌柜啊 这范武爷 这是吃上咱里 这回帮里的 范武爷这一道太风楼了 那是好酒好菜 见一样就上 叫什么名啊 爷的谱摆在那是高高的 问你呢 叫什么名字 非爷 小的天顺 揪揪指头 巴唧巴唧嘴 再灌一口美酒 这才是他范武爷 该有的生活 不过今儿这菜呢 差点意思 跟你们后厨大舟子说 这叫什么 这个 葱爆海参啊 葱爆海参 老了 就说这葱烧海参 别看底口平淡无奇 可这要做好了 里面的讲究可多着呢 哎呀 这菜是做的越来越不讲究了 这做的大不如从前了 根本没爆开啊 干烤大虾也是如此 还有这道 干烤大虾 汁也没做好 欠粉太多了 什么呀这是年年糊糊糊的 吃饱喝足 剃剃剃牙 爷的谱得摆起来 好歹也是当过爷的主 东西好坏呢 还是能吃得出来的 不过他今天显然要失望了 从白天等到晚上 沈松山沈掌柜没等到 却等来了一个小伙计 而且呢 还没有带钱来 没带钱 啊 今儿上午四千块大洋的买卖做了 你们掌柜的不认人 回五爷 我们掌柜的说了 五爷您是跟陆大人一块去的 陆大人本来就会中国话 今儿早上这买卖 您这么一掺过 四千来块钱就让了 没挣钱 范五爷听出来了 这中介费呢 怕是要黄了 没挣钱 你们沈老板敢跟我说这 我抽的擦大嘴巴 孙子 你甭吧 你饭钱一子不少 说吧 拿起拐棍 拽着伙计呢 就要去找沈掌柜算账了 可太风楼的小二不干了 这是要逃单的节奏啊 吃饭不给钱 管你范五爷还是范八爷 底下料高的 听到了 有人逃单了 快点啊 底下料高的伙计们 纹身冲上楼来 对着范五爷呢 就是一顿的暴揍 再看范五爷 披散着头发一甩一甩的 想颠颠不了 只能享受着 免费的全身按摩了 服务完毕 地上那么一躺 墙哥那么一靠 别提多跌分啊 尤其让默和看到了 自己狼狈的模样 这给谁打的啊 怎么打这么狠啊 打死找他去 不碍人家事 打死范五爷呢 也不能说 因为啥挨着揍啊 有烟了 给我一根 赶紧要了根烟 压压惊 不过这话说回来了 这四九成的冬天 冷得刺骨 范五爷靠着墙哥 睡了大半个时辰 愣是屁事没有 一边抽着烟 一边回忆着 以前的生活 我还告诉你 我还告诉你 远得不说五年前啊 前门外廊房八条 半条街都是咱们家的买卖 天天的鱼翅 鲍鱼 吃一口 撤了 墨和看着范五爷 心里很是心疼 哥 咱吃不起西面 咱不吃行不行 咱吃窝头旧咸菜 求个平安行不行 窝头 我是吃窝头的脑袋吗 偏偏范五爷受不了去 他忘不了以前的奢华 他还惦记着东山再起呢 凭什么就该我吃窝头啊 就这样 墨和搀扶着范五爷 一拳一拐的往家走 就这样睡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大早 这光不溜的范五爷 跟没事人一样 赖在炕上不下地 美其名曰 你瞧瞧我那大褂 跟我那衣裳干了没有 顺手递给我 哎呀 没这事医生 我还出不了 这炕了去 要说这墨和呢 也是命惨 说实来 投奔范家 这个有钱有势的亲戚 哪想范五爷呢 会家道中落 独留了一个范五爷 还是一个生活在回忆里 无法自拔的爷 衣食住行 样样都得他伺候 再说这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 他也总不是个办法 晚上睡前呢 墨和要照例地清洗一下 哪想这范五爷 懒驴少墨食尿多 都是你这菜饼子闹着 我这要拉屎 哥 你先别出来啊 我马上就进杯窝 你稍等一下啊 赶紧 据着大定捂着屁股 就冲下了茅房 躺在床上 墨和的眼泪 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他为自己感到不值 照例来说 自己这岁数 应该早已嫁人 有了孩子 不说大富大贵 可好歹自己呢 也能有个家 可现在呢 你看看这过的 叫什么日子呀 白天大街上抛头露面 卖椰卷 晚上回来呢 还得管他吃喝拉撒洗 墨和是越想越憋屈 这一幕刚好被进屋的范五爷 看在了眼中 墨二 要不我哪天得空吗 院里那闲房 给你租下来吧 不管这话是真是假 好歹呢 是有个心呀 当然这钱呢 还得墨和出 指着他范五爷 屁都捞不着一个 第二天打早一起来 范五爷就忘了自己昨晚说过的话了 顺带着感慨了一下 美好的生活真是美妙 穿上大褂 照照镜子 扒拉扒拉自己那绣发 嘴里面含骨水 涮涮嘴 嘶的一下 小乔流水般的吐出去 最后感谢一下自己老爹 书洗完毕 大街上找一人多热闹 日头足的地方 往那柱子一靠 小瓜子这么一刻 小日子呢 别提多潇洒了 刚好街角呢 拐进来一小汽车来 夕阳玩意儿 样子活 跑了没几步道呢 大街上就给抛了忙 急得司机是满头大汗 干打火就是不着 范武爷眯着眼睛 都看在了眼里 随手抓起了瓜子 溜溜答答的走了过去 大街 1905年呢 谁啊你 是这一半 司机着急修车呢 不带着勒他 就范武爷这行头 再加上去销魂的 磕瓜子的方式 妥妥的胡同串子 真本是没有胡揍八烈 那是无师自通呀 不过这可是他小瞧了范武爷 有火打出来 把里头脏东西吹着就好了 还别说 听这几句下来呢 感情这位确实懂呀 这仪式还真的就着了 好嘛 堂堂的皇亲国戚 成了修车的 这司机呢 也明白 赶忙掏出了半脚钱 这钱 范武爷可不能拿呀 一拿 那咱跟着要饭的 有什么区别呀 司机着急赶路 也不多说 把钱放在了车盖上 上车打火就走 范武爷嘴上说着不要 可那眼神那动作 妥妥的出卖了他 这左摸右摸 突然一只手伸了出来 抢先抢走了半脚钱 哥 他给你钱了 一见墨盒呢 立马又装起了大爷样 他见过什么呀呢 给你就拿着吧 拿我当要饭的呢 墨盒心知肚明 也不拆穿他 我告诉你啊 这要不是你捡的 我还真不要 你搁我玩车那会儿啊 他还不知道在哪赚金呢 眼见墨盒走远 范武爷端起了架子 手拿半脚钱 耀武扬威的 你那瓜子去 灵了呢 都不忘顺一把花生 这叫什么人呢 我是小四 今天咱们就说到这 接下来会发生 什么样的故事呢 大家记得关注我 咱们下期接着聊 咱们下期待